这些电脑都接到同一个交换机上 用的还是同一批网线 就出现了两种情况 有些电脑是百兆的数率 有些电脑却是千兆的数率 而且神奇的是 只要把这千兆数率的网线 接到其他电脑上 其他电脑仍旧是百兆的数率 唯一都接回来 才能恢复成千兆的数率 可怕的是 300台电脑就有100台出现这种情况 他们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只能喊我过来 看看能不能找到原因了 当时我一听 还有这种事 于是就马上出发了 当时我过来的时候 看了一下连接数率 确实是百兆的 那时候我就怀疑 是他们网线没有打好的员工 于是我就拿群人银来对下线 看看网线的网线是否都通的 当时对线的时候 群人银显示 网线确实是都通的 那不应该只有百兆才对啊 为了排除他们的电脑网卡问题 首先我就拿我电脑接上去 看看是否也是百兆的数率 我电脑接上去后 结果发现一样也是百兆的数率 那应该和他们的电脑网卡无关了 我也特意看了条线 确实也没有看出什么东西来 这种情况下 我只能猜猜他们的面板 没有什么情况了 面板拆开后 我看了这些面板 打的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样打咯 他这个打的可以啊 真的全部都压到位 模块问题吗 为了以防问题 我只能把网线给拔了 再重新给他打一遍 尽管我重新打了一遍 但是我接上去 他仍旧是百兆的数率 第二次对线的时候 一样是八兴都是亮的 当时我又这样试了多台电脑 都是一样的结果 这里我就不多最绣了 遇到这种情况 我只能去机房检查这原因了 我来到了机房 找到了他们的网线 我用循环也对了下线 发现它确实是八兴都通的啊 这就很奇怪了 八兴是通的 而且这些交往机 各个都是迁照的 加上那些电脑 都在同个交往机上 按理说不应该会出现 百兆的情况啊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 我去年遇到类似的案例 当时这家医院和这边的 情况几乎一模一样 也是出现一些电脑迁照 一些电脑百兆的情况 我后面排查了半天才发现 是他们的网线前出了问题 由于他们网线前的缘故 很多水晶头第八兴 没有完全压进去 导致有些网线只能是百兆 当时我就仔细看了下水晶头 但是我也实在看不出什么问题来 为了排除这个原因 我只能用我自己的网线前 给他们重新打一份水晶头试试了 原来 经过我重新打水晶头后 网络就会变成了千兆 但是我们回去一看的时候 人就是百兆的数率 为什么会 为什么会是一百 我再次接上我电脑 发现一样也是百兆的数率 还是一百兆 遇到这种情况 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首先就弄了一条网线 从机房迁出来 只要是百兆数率的电脑 我们都会用这条线接上去 它会不会变成千兆 这个电脑我就会变成千兆了 怎么样 翻上去 翻上去就千兆了 这个也是一百兆吗 没错 当时我们接了十二台电脑 发现只要接上这条线 它都是千兆的 一线 之后就把我怎么会了 你说网线有问题吧 那按理说 应该全部都有问题 对啊 你说电脑有问题吧 但是我们用新的网线接上去 各个又是千兆的 那眼下我只能怀疑 是这些面板存的问题了 为了排除这些面板的问题 我这里就被网线直接打了水晶头 看到网线跳过了这些面板 能不能达到千兆的树立 如果这边要是打 这边要是打水晶头 还是百兆的话 真的自取多福吧 可惜的是 尽管两边都打了水晶头 电脑仍旧显示百兆的网络 遇到这种情况 我只能把他们剩余的网线 带回去检测了 当时我带了九十多米 我带回去 查上普陆克之后 这个测试的过程 我就不跳过了 待会慢慢看吧 直接就不合格 没有任何的分析 连故障都没办法分析 已经到了没办法分析 故障的地步了 水晶头是通的是吗 水晶头是通的 那意思是杂志很多了 还是各种原因都有 你只能这么说 这是我没见到的 像这种的话 这种话缠绕的话 它还能显示失败的原因 你这种话直接就不合格 后面我又用它来接我电脑上 果然也是摆到了数率 看来确实网线问题了 我当时忘了拿其他网线来对比了 所以我这里回家补拍了个镜头 我这箱网线有一百来米 直接插到我电脑上 它仍就是牵到了数率 后面我又给了它一次机会 把这九十多米的网线 都拉直试一下 你一直放啊 我先来测试试驾 嗯 拉直有数值了 有了有了 果然拉直后 弗洛克就可以继续检测了 但可惜的是 它仍旧没有通过弗洛克测试 我第二次测试的时候 打脸的事 弗洛克又直接显示它不合格 哦 又不合格了 连原因都分不出来了 又不合格了 就是已经在及格 合不及格的临界点了 到了这里我只能说 这网线肯定残杂了 至少不是什么正规的无氧头 我朋友说 它已经把一百多箱都用完了 现在出现这种情况 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甲方明确规定 每个位置都必须是签到的网络 就算人家不用 但是必须要有的 就因为出了这事 我朋友已经准备 和这网线商家打关系了 其实本期视频 信息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估计很多人也没那个耐心看完 锁进我就把很多因素给散减了 总之 甲网见真心坑了不吵人